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五蕴皆空 是受想形式 照见五蕴皆空 菩萨让我们五蕴都要空 就是不要去看到外面的有色世界多好 受啊 真的感受啊 想 想啊想啊 越想越害怕 越想越开心 都是想出来的 行 脑子里啊 我去做 我去做吧 行 是 我害怕 我要去做 就是意识当中的 心经教我们照见五蕴皆空 就是不要去想呀 有些事情没有的事情 为什么去想出来了 害怕是想出来的吧 你感觉这个人会变坏 人家还没变坏呢 你是想出来的吧 照进五蕴皆空 不要看你这个社会上花花世界了 开心了 一个女孩子只要到了酒吧了 到那种场所 心中那个魔性就出来 那种音乐刺激你 那些酒的味道刺激你 然后看边上那些男男女女穿的很少 马上就是把你心魔弄出来 这个时候你就会跟他们一样 所以环境非常重要 不能去的地方 就是不能去 今天养个女儿 你跟他加个死命的孩子啊 你不能去这个地方的 很多女孩子们就是到了里边去 学会吸毒了 就这么来的呀 所以色寿想行事 那些环境都是空的虚的 菩萨叫我们照见五蕴皆空 开个party开心吗 小时候你们有很多birthday都过得很开心吗 现在呢 结束了 没了 就这么简单 五蕴皆空呀 所以神事也是幻化 既然要照见五蕴皆空 神事脑子里的意识都是幻化的 都是想出来的 很多人都很会想象的 很多人去买六合彩之前 都在想象我今天种到了怎么办 你说他有毛病 他不认为自己有毛病 他认为我每一次都是在奋进 种不到的 刺激自己一下 觉得自己很快要成百万富翁了 早两天买 就两天当中感觉像百万富翁了 落空之后心魔又会生 会恨的 看到人家种六合彩 说都是我的钱啊 我这么多钱都扔进去了 我买了多少年了 不恨啊 不要太相信自己想出来的事情 白话佛法讲 想出来的如果如理如法 还有利于众生 才能相信他 如果想出来的事情 根本是不好的念头 要马上展出 要马上展出 所以有些事情不要自己想象 会不会长得好看一点 会不会长得好看一点 在动个手术 在化化妆 说不定能怎么样 不要去想啊 空想幻想 要照见五蕴皆空啊 一看有不好的念头 我怎么会嫁给他的呢 马上展出 用自己清醒的主意识 主要意识 来控制自己的出意识 出意识是刚刚想出来一件事情 人家说你其实长得蛮好看 你去选美吧 那是可以选美的 出意识出来了吧 马上主意识 好看的人多呢 再说这种选美有什么意思啊 主意识把出意识长掉 把不好的想法要看成是冤亲债主了 人家说你去买六盒彩啊 你就想 哎呦 这不是浪费我钱吗 人家六盒彩都来问我讨债 这么想就对了 一有不好的想法 就冤亲债主在掌控你 这样你就不能逃过 五十阴魔之一的意识魔 有五十个阴的魔在我们身边 其中有一个叫意识魔 意识当中的魔性 意识魔是什么 经常想出来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该想的东西 根本做不到的事情都是阴魔 所以在你的修行当中 它会给你很多的障碍 我们要遵照佛的教导 不去想魔 自然离开魔性 魔都是想出来的 越想越害怕 越想越难过 很多人神经病就是想象啊 着魔了 很多人觉得买股票啊 我可以赚多少钱呢 你能赚你也能输啊 很多人忙了半天 精力忙掉多少啊 最后不赚呢 又输掉了呢 人经常会在一瞬间 着魔了 有的时候 这思维出来了 着魔了 突然之间一秒钟当中 一瞬间当中 不能再想下去了 我再想下去 我要出事了 怎么想下去 我就想不出来了 自己要知道 这个一秒钟对你多重要 一瞬间对你多重要 不能想的 但我里被老板讲一句 好好老板 我改就好了 不要再想了 很多人被老板讲一句之后 他会开除我吗 别人会怎么想 他明天会对我怎么样 回到家饭也吃不下 觉也睡不好 进入阴谋 不能想的 想的头发都掉光了 一瞬间当中 要告诉自己 不要再想下去 并念诵心经 来代替自己 不清净的念头 所以有智慧的人 碰到 想不通了 难受的事情 马上念心经 嘴巴赶快动起来 控制自己 还在想 马上念心经 噩啰噩啰 没头心经 实在念不下去的时候 因为还在想 你看老和尚 他为什么碰到烦恼的事情 他就眼睛一闭 用自己的声音 用自己的声音来替代思维 用自己的声音 来照住自己的想法 这就是佛法界讲的 妄念 要止 要止住你的妄念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事情都是想出来了 实际上这就是神事的变化 精神上有一点神事的变化 并不代表一定你是对的 很多人修心修道后来 感觉这是对的嘛 其实不一定是对的 要经常看看师父的白化佛法 不要粗略地理解 为菩萨在指导我 很多人动不动就说 我有个感觉 感觉不对 再去跟人家解释 人家说你是灵命哦 我有个感觉 我老婆不开心了 跑过去老婆 你不要不开心哦 我什么时候不开心了 感觉不一定正确的 感觉过头的人 就是毛病很多 你整天的单位 你跟老板感觉好了 感觉到最后 老板就叫你回家去感觉去吧 这一定要记住了 不要粗略地理解 为菩萨在指导我了 就有如你制造出一个产品 像衣服 做出来一个产品 是件衣服 你要修掉很多边角料一样 你想出来一个事情 你要把它修得正一点 你要用佛菩萨的智慧 去修正自己意识的误差 就像一件衣服 要把边角料剪掉一样 每一个意念出来 都不一定正的 要经过加工 提炼 才能成为一个正品 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是搞得清楚 意识当中有个意念出来 不知道它是对的错的 意识的整体概念 我们不知道 这个意识出来是好的 不好的 对人家好不好 不知道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但要记住 不要太相信自己 想出来的意思 如果太相信自己 想出来的意思 那叫执着 不能执着 因为你对自己的意识 你不能理解 它的整体概念 所以不要太相信 自己的意思 比方说 我就要改这个脾气 我这个毛病 我这个习惯 我要把它改掉 不要太相信自己 有的时候这个毛病 好的毛病改掉了 以后再也不要去帮助别人了 你看越帮越忙了 你看我帮助别人 是帮助的方法不对 并不是这件事情的 主体意识不对 你没把人家帮好 是你的主体意识是对的 只是你不会用方法 很多人去救人 把人家救了跳起来了 你们有的时候去帮人家 为什么把人家讲得哭起来了 我为什么能够救人 把人家救了笑起来啊 人家听我红法 都是开心的了 不知道 今天就先给你们讲到这里